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古装剧花旦,赵丽颖与杨幂比,谁更受垂怜 娱乐圈中,有两位小女生红祸了半边天,一个是杨幂,一个是赵丽颖 从当前来看,她们都受到导演的垂青,成为电视剧收视率的担当 特别是古装剧,杨幂,赵丽颖的角色扮演最受人们追捧 但同样是古装女王,她们的出演谁会更让人们接受呢 她们都是同一年2006年出道,杨幂靠古装巨神雕侠旅展露头角 后来出演《先见奇侠传三》,《红爆整个娱乐圈》 赵丽颖从陆珍传奇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来出演《画千古一炮而红》 让赵丽颖一下子从二三线演员一月成为内地当红人气实力花旦 如果比较她们俩谁更早红起来,毫无疑问,杨幂比赵丽颖更早红 杨幂在2009年的《先侠》剧《先见奇侠传三》中扮演的雪线与西遥 将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角色表演得神乎其神 从此让粉们迷恋不已 后来杨幂出演《王昭君》、《宫》、《古剑奇谈》等多部古装剧作品 一下子成为观众心目中最耀眼的女神 特别是《三生三世时》《李桃花》的播出 更是掀起一阵杨幂风 而此时的赵丽颖还没成名 远远追赶不上杨幂 反观赵丽颖 她直到2013年的古装剧《陆珍传奇》才得到观众的认可 积攒了一定的人气 从此一路平坦 一路爆红 后来 凭借2015年的画千古 获得口碑收视双丰收 并借此电视剧获得第六届澳门国际电视节中最佳女主角奖 赵丽颖出演的画千古成为中国网络播放量突破200亿的电视剧 并让赵丽颖获得多个奖项 此时有些人认为赵丽颖出身低微 学历也不高 便司骂她的演技 不值得那么红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 赵丽颖是靠作品上位的代表人 她的红不能说是一夜爆红 虽然她并非科班出身 但演技在娱乐圈中也是绝对排得上号的女演员 清云志就是最好的例子 古装剧中 赵丽颖相比杨幂 赵丽颖更让人怜惜 特别是赵丽颖的仙气 让人拍手称赞 杨幂尼 表情永远是一个表情 细路不宽 一直是她的诟病 而她的声音也经常被网友指责太出戏 幸好杨幂的高颜值与真性情赢得了不少网友的好感 演技也慢慢有提高 入戏较深 那么 古装剧的杨幂与赵丽颖 你们更喜欢谁呢 有人说赵丽颖拍的电视剧收视率高 你怎么看 为什么她演的电视剧收视率高 要说赵丽颖的电视剧收视率高 那就要好好剖析一下赵丽颖这个人了 赵丽颖 1987年10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狼房市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她出生于河北狼房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祖辈都为农民的她亦出生于农村 而农村的生活经历 也磨练出了她坚强的意志 也造就了其坚韧顽强的个性 小时候的赵丽颖就特别喜欢看别人演戏 也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演员 可她的父亲只是一名派出所民警 母亲也只是在百货商店从事销售员一职 家中完全没有经济条件去支持她实现儿时的梦想 但是她仍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2006年5月参加了雅虎浙江卫视 华裔兄弟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雅虎搜星选秀活动 她也凭借出色的个人表现 以及投票网友的支持获得冯小刚组冠军 要说赵丽颖真正走进大家视野 开始担任女主角的是陆珍传奇 主演励志古装剧 打破了大家固有的思想 圆连掩布了主角 此后 她出演珊珊来了 一个可爱懵懂又清纯的女孩 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2015年 她主演的花千古突破了200多亿播放量 接着楚桥传之否之否应是绿肥红兽 都是破百亿大关 前段时间的网络总播放量突破了2000亿 也是首位突破2000亿的演员 但这些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她努力的成果 一年365天 有300多天赵丽颖她都在拍戏 拍楚桥传时在40多度的天气里 为了拍摄效果剧中很多被拖拽 翻滚的动作戏 她都没有用替身 坚持自己上阵 因拍戏背部受伤刘巴 就换了个纹身遮挡 她不给自己邀功 只用普通人常说的继续熬三个字来形容 其实每一位明星能大红大紫 背后肯定少不了挫折和苦难 赵丽颖这一路走来再演艺圈摸爬滚打的经历 简直就是一本励志故事书 励志女神的称呼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那赵丽颖为什么这么拼呢 还不是因为当年的那句话 圆连引步了主角 赵丽颖当时非常不服气 赵丽颖当时心里就暗暗的发誓 别让她抓住机会 一旦有一定她会拼命的抓住 因为赵丽颖出身是农村的 被很多人给拒绝过 但她没有想过放弃 而是在心底暗自的下定决心 一定要着尔不群 拍戏时台词不熟悉 她就用手机录下来 反复的练习 自己没有人请拍戏 她就去拍戏现场看别人演戏 然后回家自己用心的研究 而这一切被于正看在眼里 她说这小姑娘迟早会红的 果然黄天不负有心人 她现在已经做到了 而且还是2000亿收视女王 超越她自己的1000亿播放量 见证了什么叫做超越自己的只能是自己 七届精英女神 迪丽热巴争议最大 赵丽颖当之无愧 唐烟一言难尽 从精英节已经诞生的六位精英女神来看 担任精英女神的女星都具备青春 亮丽的外形和高人气的代表作品是新生代 女星中在电视剧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刘亦菲的神雕侠侣 李小鹿的奋斗 王洛丹的我的青春水作主 刘诗诗的步步惊心 赵丽颖的陆真传奇 唐烟的克拉恋人 纵观这前后七届精英女神 迪丽热巴争议最大 赵丽颖当之无愧 唐烟一言难尽 虽然每个女星都有实力 但是代表作只能说是马马虎虎很一般 刘亦菲的神雕侠侣算是最美的小龙女 和李若同相比较还是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总体还算是差强人意 李小鹿的奋斗是很早的电视剧了 几乎是没有任何更好的电视剧 其实奋斗女一号是马一李演的夏琳 王洛丹的我的青春水作主也是一个不错的明星 只可惜不多产 自从这部电视剧之后似乎再也没有新作 刘诗诗和吴奇隆主演的《步步惊心》 可谓是大火特火 火到一塌糊涂 因为这部剧也直接收获了爱情 可谓女神 赵丽颖拿下精英女神是当之无愧的 虽然陆真传奇的口碑一般 但是后来播出的楚桥传很厉害 很有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